会员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咱们会员专响翻盘节目时间了 让咱来看看最近大家在这个节目里面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会员朋友爱跑者问了一个问题 说宋宇辽因缠缘之盟 指西干戈建立百年和平 同一时代西夏跟北宋打过几仗之后 同样定立了和平条约 并且得到了碎币和赏赐 为何之后不老老实实坐着收钱 而屡屡兴兵攻打北宋 同时又讨不到任何便宜 这个我觉得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西夏的那块地方跟辽是没法比的 你看辽国是在什么地方 内外蒙古 东北三省 特别是得到了汉地幽云十六州 所以辽的经济比西夏要发达的多 既有一望无际的大牧场 然后东北又可以渔猎 然后再加上有中原的汉地可耕 所以他就是说自给自足是没有问题的 反过来我们看西夏待的地方就是陕甘宁地区 陕甘宁然后青海什么地方 这今天都是中国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 当年也太好不到哪去 所以他自给自足不足 所以他就觉得兴兵 然后攻打宋朝 能金子银子仇子平子大妹子 能改了点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赶上大小梁后 就是说在景宗李元号去世之后 一宗李亮座继位 结果李亮座他取的粮食 在李亮座死了之后 大梁太后专权 大梁太后是汉人 是汉人 他怕西夏国中不服 国中不服怎么办 那我就去进攻北宋 我就树立军威 那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讲 这个往往这个 这汉奸可能比这个 就鬼子还狠 就在这儿 我得跟我的祖国 汉人 我得划清界限 所以他反而往往更狠 所以大梁太后的时候 就屡屡兴兵 去进攻这个宋朝 然后没得了什么好 然后等到这个 惠宗李炳长 这个亲政之后 然后他的媳妇 又是大梁太后的这个侄女 就是小梁后 等李炳长一死 李仁孝继位 这小梁后又成了太后 小梁后又继承他姑妈的遗志 又继续跟这个北宋作战 所以就赶上这大小梁后 都是汉人 为了这个在西夏树威 反而是要进攻自己的 原来的祖国北宋 再加上宋神宗的时候 任用王安石变法 国力富强 在北宋心目当中 败给辽不可耻 为什么呢 因为辽比我还年长 人家916年就建国了 我960年才建国 他比我辈分还高 还长 所以这不可耻 他从来不是陈属于我的 他陈属于唐 跟我没关系 我俩是原来平辈的 都是唐朝的节度使 是平辈的 但是西夏就不行了 你是叛匪 你原来是我的节度使 定南军节度使 你现在居然建国称帝 你是叛匪 我要灭你 我这是统一战争 我要灭你 所以辽我可以忍 给点碎壁 也为兄弟之国 我忍了你 我非得弄死你不可 结果你还主动老招我 所以这个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 主要就对西北用兵 西北包括打这个枪人 主要对他们用兵 所以宋夏两国之间的战争 就比宋辽要长得多 所以宋军最能打的 主要就是西军 好 这个会员朋友有问了一个问题 说想请教法国1793年大革命之后 政局也持续动荡 感觉跟两颗牙差不多 为何还可以保持仅次于英国的万年第二大国 万年谈不上 现在的第二点数得上他 英国都数不上第二了 现在你这个中国第二 经济上中国第二 然后日本什么的 谁都比他们德国都比英国强 至于你说的 他为什么能保持第二大国的地位 是因为他工业革命仅次于英国 他完成的速度 因为你想吧 在当时即便他政局再动荡 在当时的欧洲大陆上 有没有比他还强的国家 是没有的 毕竟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的时代 他的连年对外战争 然后他的军力充沛 国库充营 最关键他人口最多 两千多万人口 这其他国家你比不了 你比不了 当时的人口 那会儿就是劳动力 是最重要的资源 所以你说德国还没有统一 美国那个时候刚刚建立 哪个国家都干不过他 干不过他 等到十九十几末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他就变成第四了 美一得二 英三 他就第四了 他就不是第二了 他就紧紧的就跟在英国后头 是这个意思 就是因为他的底儿非常雄厚 当时又没有能够替代他的 所以他是第二个完成工业革命的 就这个意思 好 会员朋友 Raymondsezto 问了一个问题 说我看到很多朝代的开国皇帝 要追尊自己父辈祖辈为皇帝 比如朱元璋 追尊一大堆 什么朱虫 什么朱八 朱八六 朱四九 朱八六是谁啊 朱八戒呢 朱元璋他爸爸叫这个朱五四 爷爷呢叫这个朱初一 然后呢 这个曾祖叫朱四九 高祖叫朱百六 不是朱八六 朱百六 那么这个传统呢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作用是什么 这个传统啊 是从刘邦 高祖刘邦开始的 继位以后呢 封自己的祖辈父辈为帝 立庙祭祀 最主要的作用啊 是确立自己的法统啊 咱们看汉和明 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你不能说你继承了前朝的正统 汉不能说自己继承个秦 在秦的时候你是一个亭长 你有什么法统可继承 明更不能说自己继承元啊 元的时候你干嘛呢 元的时候你要饭呢 对不对 你不能乱继承元 所以呢 得给自个儿找一个新的法统 来证明自个儿的合法性 那就得往回刀 追封自己的父辈祖辈为皇帝 不能暴露平民身份 是吧 不然就坏了 那你这皇帝以前是一个不一 白手起家干的皇帝 那天底下农民多了去了 你能干我也能干 皇帝轮流坐 明天到我家 那就乱套了嘛 所以他就必须得往上追尊好几代才行呢 是吧 你包括少数民族政权也一样 你看那金国 辽国都往上追了多少代 是吧 那个这个这个 金国的那个那个皇帝 一直抓好大伙 追到他的那个元祖 追到什么元祖 什么完颜无辜奶 都是曾祖父那辈 都往上追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包括清也是 一直追到蒙哥天末 那个时代 是吧 就是这样 好 这个会员朋友 TINOMA 问了一个问题 说元老师您好 东周分封治 王权衰落 根本原因是怎么回事 具体触发王权衰落的事件 又是什么 同时呢 欧洲也是分封治这么多年 为什么王史就一直传了下去 并没有转向秦治 是为什么 同理日本呢 跟规模有关 跟规模有关 周朝在西周建立的时候 大概就有150万平方公里 1000万人口 这个规模和数字 这个规模和数字 直到这个 咱们讲就是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你法国在人口上 是超过了1000万 但是这个 这个面积呢 他打破不了 打破不了 罗马帝国都是达到2000万人 几百万平方公里 那当然那是罗马帝国 那个时代 罗马帝国也没有完成 整个欧洲的统一 对吧 所以中国古代 因为你的这个 这个 疆域大 那是西周 到东周疆域 可能就更大了 因为东周的疆域 那西周的疆域 顶多就南边 就到这汉水 长江流域 你到这个秦统一之前 就已经到湖南了 就已经到湖南了 所以你诸侯国的面积就也大 跟中央向抗衡的能力就也强 诸侯国的势力大 跟中央抗衡的能力就也强 所以由于这个 平王东迁 然后这个 郑国的大将建设王坚 这些事件就触发了王权的彻底衰落 欧洲搞了分封这么多年 为什么王室一直传下来 你可以理解 欧洲就相当于中国的每一个诸侯国 你看中国的这些诸侯国当中 除了三家分禁和田氏戴琪 不也都传了这么多年吗 你像燕国 那从整个800年 跟这个两周相始终 你像这个 包括楚国 包括楚国 你包括这个什么保卫的魏 那个魏国 那魏国你知道这秦始皇 都是才把他灭掉 那都多少年了 宋国都多好几百年 跟欧洲的王室传承的 这是差不多的 至于你说日本 为什么他搞分封没有崩溃 日本崩溃了两次 怎么没有崩溃 是吧 廉仓幕府的时候崩溃了 使厅幕府的时候又崩溃了 德川幕府是这三大幕府当中统治力最强的 他吸取了前两个幕府灭亡的教训 统治力最强 搞这种什么一城一国 参禁交代 这个都得到东京 把这个继承人到江户去做人质 搞这个他才勉强维持了二百多年 那不也就跟西州一样吗 是吧 你看那个廉仓和使厅幕府 那都是一百多年就崩溃了 那都崩溃了 是吧 所以他跟这个国家的规模 跟这个君主和底下诸侯势力之间的这个强弱 是有关系的 好 那会员朋友们问的问题 咱今儿就回到这 感谢会员朋友们 下一次你们有了什么更好的问题 咱们在这个会员翻牌里接着翻 谢谢大家